今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 中国人群 那个世界的人群的报告书 里面特别讲到 有些媒体被渗透的消息 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霍金是讲过 不要接触外星人 但是绝对不是 2021年1月的时候 从大陆和香港媒体讲 他们的天眼 让霍金来警告 霍金在2010年 就提醒地球人 千万不要去找外星人 不是他们2017年的那一次 所以这个中国 现在就天眼 当大肆宣传 但是跟霍金无关 霍金一直反对 地球人找外星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说当年哥伦布 到了那个 那个中南美洲之后 对不对 印加帝国就完蛋了 因为那个实力的差距太大了 那是差了几百年 那霍金告诉你说 如果外星人 现在的这种距离 我们现在旅行家者 走了四十几年 还没出太阳系 才刚出去而已 外星人能够来的话 他们的科技是领先我们几万年 那你还怎么办 所以千万不要 但是跟中国天眼无关 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 第二个这个天眼也是不对 它不是用看的 要不然是用什么 它用听的 它是电波望远镜 它并不是有光学的 所以它现在召集全球的人 去那边听电波吗 电波望远镜 各种的电波收集起来 接下来这样子 收集起来 解析出来 然后就知道它的成分 它的那个状况 它距离我们的位置 因为有都普勒效率 离我们禁远什么什么 都可以去分析的 所以他们现在就做了一个 因为贵州那个地方 中国的云贵高原 和青藏高原那边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第一个人少 干扰少 地面上的干扰少 地球人的干扰少 第二个状况是 他们那个中国叫做天龙 为什么叫天龙呢 那个地方传说是女蛙捕天捕到最后 没力气了 所以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降雨量最大 但是跟太空中间的干扰最少 所以其实一直叫做天龙 所以它确实是关心的好地点 但是所以他们就从1994年开始 就开始选址 搞了22年 盖出了这个全世界口径最大 500公尺 30个足球场 这么大的一个叫做电波望远镜 然后起来之后 当然它就是收集资讯 所以它曾经收集到30亿光年之外 一个什么脉冲星或各种星 因为他们在转的时候 都有些电磁波出来 确实是 但是他们最近突然之间告诉你说 我要开放给全世界 全世界的科学家可以来用100个小时 或者是说他要开放一个 寻找外星人的计划 而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科学迷都很爽 很多战略家都很紧张 中国又要偷技术了 为什么这样讲 天眼这种电波望远镜 在1960年代的时候 美国最早在波多黎克 有那个整个就是 那个卡尔萨钢 还有那个德雷克 两个博士 开始NASA的最高的顾问 开始设计的 就在波多黎克 当时它的整个 直径是300公尺 然后60多年来 都是用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什么脉冲拼 中始星 各种星 宇宙里面的接收电波 各种状况都是他们来的 所以他们一直就是对外面 1974年还从M31星云 打了一个讯号出去 告诉人家说 我们在地球这里 我们在太阳系哪里 我们的组成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什么材料 我们是双螺旋DNA 我们身高多少 体重多少 都告诉他们 算是 可是如果真的有外线 他听得懂吗 那时候大家很爽 但是霍金后来才发现说 这样不对 就如果给人家知道说 原来这么弱小 就像我们看到蚂蚁洞一样 那不来欺负一下怎么可以呢 可是这件事情 因为它波多黎克这个望远镜 因为飓风 因为什么 去年突然之间垮掉了 那垮掉之后 全世界的天文物理学家 都想要用这个东西去做研究 那怎么办 现在没有了 那中国在那个好的位置 同样的技术 他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天文物理学家都想要去 那当然了 这个天文物理学家很可怜的 第一个薪水都少 不只是中国只给十万人民币的年薪 其实全世界的天文物理学家 都很可怜 而且第二个呢 你一定要有宗教家的情怀 因为刚刚我讲交通很不方便 一去半年之内 一年之内你下不来 要苦修的心情 苦修的 像我们台湾的中研院 里面有在夏威夷的 有在可灵兰的土勒基地的 有在世界甘吉 那个阿卡塔玛沙漠 那个一年只有夏绿四十公里的 自立的山上七千公尺高 是很辛苦的 可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全世界很紧张 因为中国开放了这个电波开放 要求大家来 你知道电子波的状况是什么 全世界这上面几千几亿条 各种天生波 我接收之后 就像我们在玩一个火腿族一样 我怎么把它整个过滤出来 怎么滤掉那个周围的杂讯 这个是雷达侦测最高的技术 美国六十年前就有这个技术 所以美国可以全世界抓 那中国的电池设备不好 现在全世界科学家都去了 那他们的技术 会不会给中国拿到 那中国的雷达技术 会不会变更好 中国的雷达侦测 它以后飞过来我们的电针机 是不是会把我 麻烦你那个铝节讲的话 都给你录起来 而且辨识出来就是铝节 哇